关键字找吴老师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教学部落格里面的话 就有一道PHP云端资料库的教学懒人包 这是去年在某个学校教学的所有内容 我是完整的把它放上来了 OK 所有的影片 打造PHP与MySQL环境 其实我们现在只是后面那部分 那你如果要用再加上PHP 也没有问题 它可以做到什么呢 包含就是新闻公告 包含就是购物车 OK 那购物车当然可以是网页版的 也可以是手机版的 那如果手机版的 你还可以再结合一个叫phone gap的东西 它可以帮你把这些技术 结合手机上也可以用 那现在其实还蛮多这相关的应用 所以有兴趣同学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这边点进去 其实我大概的习惯 部落格大部分就是会给一些画面怎么做 然后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另外还有完整的影片 有三段影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看看 这里面可能可以让你耗掉很多时间 晚上如果你睡不着觉的话 你可以再听一听 你会觉得越听越想睡觉 是不是因为这东西其实真的很耗脑力 不过倒也是有趣 因为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的话 这些绝对 所以我会觉得 失眠不用吃药 看我的影片就好了 对不对 OK好所以 因为我是没有失眠的问题 晚上都非常好睡 想一些程式 看一些东西 很快就可以 三秒钟马上入睡 OK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个在我部落格里面 如果你对于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 另外呢 刚刚有提过那个W3School 其实这里面 也有非常多的东西 包含什么呢 其实像未来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像蛮多朋友有兴趣的 就是如何从网路上抓资料到VBA里面 做后续的分析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静态的网页都还蛮简单 抓资料都很简单 但是如果有牵涉到动态的网页技术的话 你可能也要需要知道几件事 什么叫HTML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HTML 你就没有办法把网页上面的资料 正确的抓到你要放的出存格位置 它其实是一个match 就是互相的match关系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系 你不知道HTML标签 那就会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你需要抓大量资料 都是从网路上来的话 其他可能还有什么JavaScript 还有什么XML 诸如此类的 像这边还有什么PHP SQL刚刚讲过 或者ASP 这里面有太多东西 我还蛮喜欢这个网站 常常当成字典一样参考 不过它缺点就是全部都英文的 也没办法 因为最新的讯息大部分都英文的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再来的话 就是说再来的话 我们把那个SAMP这个网站架设起来之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安全性部分 所以请你点击这个Apache的Admin 这个是管理的 Admin这个管理按下它 这个时候它会跳一个网页出来 那请各位 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中文的 不过我不建议 我建议用英文 因为你中文进去它好像又变乱嘛了 所以倒不如用英文的环境 英文环境里面的话 你可以先看一下你的Security 你的相关的安全性 这边的话进来之后 它有个Security 有没有 Welcome下面这边的Security 点进去看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Security里面 都是红色的 那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网站呢 假设啦 你如果不改 当然也OK啦 可是说如果将来你要上线的话 有安全性的疑虑 所以呢 你希望 再来之后把安全性给改成什么 都变绿色的 那怎么样改成绿色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最后绿色的 那从哪边改 我这边有个箭头 从这边改 改什么地方呢 两个地方 第一个上面是MySQL的 有没有 MySQL的Superuser 就是管理者 它的管理者账号一定是Looter 可是密码的话 请你改一下 有没有 OK 第二个是SAMP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那个制服器 也要修改一下 一样就是Looter 那密码的话 就改一下 那我是建议啦 你干脆都改1234好了 不然我怕下一次你来 你又忘记改整个密码 所以干脆1234算了 好 那改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记得用英文版 你不要 因为中文版进来好像会变乱嘛 那改的方法记得找到这里 下方这边 分别输入1234 分别输入1234 这样比较好记啦 然后这个底下的话 user 这里下的user跟password user的话就入书 跟上面这个一样 然后密码的话就1234好了 OK 然后就把它做一个set 就是password的change 把它点下去 点完之后的话呢 回头再看security 应该就变绿灯了 OK 试一下 好 改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回到security 这边一个security 回来 基本上这两个变绿灯了 这个好像没改到 再进来一下 应该要 可能要分两次改 下面这个 路程 下面是1234 因为它两个按钮 这个是改上面的 这个是改这边的 OK 然后再跳到security里面 三个都绿灯了 那表示你这个网站 是安全的 如果你没改的话 那任何人都可以 进到你的伺服器 可以做任何的动作 那就危险 所以第一个 就是把它架设起来之后 变更一下密码 OK 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到资料库 特别注意 资料库里面建一个 问题一的资料库 里面的话 有个问题一的资料表 那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就分别是什么 姓名 身高 一直到标准体重 那做法上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做完之后呢 恭喜你 你就有个server了 你就有一个 就是资料库的server了 OK 你就可以拿它来做任何 大型的专案都没问题 因为我在上面跑过 非常大量的资料 都不会出错 而且还蛮稳的 然后server上面 24小时放 也没出过trouble OK 所以还蛮推荐你们用的 最厉害的地方 它是自有软体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当然我们底下 也可以做后续这样的练习 单笔应该跟刚刚一样 OK 只是说把刚刚的ass 改成myseql ok 所以基本上呢 请各位稍微把这部分开 做完 那我们security完成之后的话 三个绿灯 再来的话呢 再点这个admin 因为刚刚是管理什么 管理那个apache的伺服器 现在呢 才是myseql的伺服器 我可以点进去 它会跳这个画面 问你说 你的使用者账号是多少 就root 记得哦 root是管理者 密码是多少 记得就1234 按执行 这个时候呢 要不要储存 其实正常是不要啦 不过因为我们教学 方便 储存好了 OK 不然的话 你要记得啦 OK 那再来的话 这边就是你的资料库 目前没有问题一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后续就是 在这边先增加一个问题一的资料库 里面有个问题一的资料表 有五个栏位 再来我们用seql跟它沟通 那再来就可以透过BBA加ADO再加seql跟它可以沟通了 OK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我想至少啦 你今天myseql架设起来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应该时间可能也不太够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把myseql先架设起来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再来就是怎么样 把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加上去 再来跟它沟通 OK 那其实基本上 其实我想 应该是比想象中来的 算简单的啦 不过有一个 云端上有一个那个参考资料 你们就先参考一下 建议是照着做 不起频道 你 我 我 拼 你 你